Hello 大家好 我是保全大叔小李 今天呢 點一家呢 有點貴 但是呢 他也有做外送 你在餐廳點的話呢 大概都是三四百塊以上 可是呢 他有推出這個個人餐 就是呢 他沒有附湯 沒有附那些其他的小菜 就是單純一個丼飯這樣子 這樣子一個200我覺得還蠻可以點的 給大家看一下 我點的這一份是牛肉豪華煮 這一份220 那他主要就是原本的牛肉丼飯呢 上面又加上了有豬排跟這個炸蝦 你看旁邊這是牛肉 然後這是蛋 有點類似像青子丼那樣的蛋 我覺得這樣子一份220其實不錯 因為這畢竟是知名的餐廳 那另外呢 我還要點一個蘿蔔豬肉煮 這個這一份100塊 我等一下來試一下 剛剛一直忘了說這家叫迷生萱 那個大家可能有些人有去吃過 來 我們先來吃一口他的白飯 看他白飯煮得怎麼樣 這家的白飯其實不錯 因為他上面有已經有蛋汁淋在上面了 那他的醬汁也蠻多的 在這種情況下他的飯也沒有黏在一起 所以他表示他飯一開始的時候呢 是煮得剛好的 然後再配上這個上面的蛋啊 醬汁那些 我覺得還蠻剛好的 不錯 這個水準蠻高的 我來吃一下他的豬排 你看他上面的豬排是切得很厚 看起來不錯喔 他豬排很嫩 他這裡面還有一隻炸蝦 不過呢 因為他這個炸蝦炸上去之後 再加上他的蛋汁呢 整個外面已經都濕掉了 我覺得這有點失敗 因為畢竟炸蝦主要就是要吃他外面酥的部分 這個沒關係 我來吃一下 蝦肉是蠻大的 可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那個酥完全不見了 OK 我現在要吃他這個牛肉的部分 跟他上面的蛋汁一起吃 壽喜燒的醬汁 然後蛋汁加上牛肉 真的很嫩 來 配給他的飯 跟他的牛肉 還不錯吧 他的蛋汁真的很滑嫩 讚 那這一份和風豬肉蘿蔔煮呢 這個其實我主要是為了要 因為他丼飯沒什麼青菜 我想說多吃一點這個蘿蔔 還不錯吃啦 這個我就不再多做介紹了 因為這一份要109 是有點小貴 所以其實我沒有很建議大家點 只是單純我愛吃蘿蔔而已 這一家呢 以220塊簡單的這個丼飯 你不要加那些小菜味噌湯這樣子 那你看他又有燉煮牛肉丼 然後又有豬排又有炸蝦 我覺得很OK的 這個在外送品牌上很多賣到200塊 那個煮的亂七八糟 但是這一家他的品質 是真的做得很好 所以其實我蠻推薦這一家的 你想吃真的好一點的燉煮牛肉丼的話呢 這一家點點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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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